生活在這個繁忙都市 每天都是上班 下班 然後結婚 買樓 生兒子 退休 我們彷彿要依照同一條軌跡 走同樣的路 做同樣的事 人生是不是一定要這樣過呢 以前我都以為自己會做同樣的事 但慢慢發現 我要的是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人生 成功的定義對於我來說 就是每天都可以為自己而活 回歸自然 你會發現生命其實有很多可能性 由教書轉行成為自由策劃師 再創辦Freelance雜誌 透過我的畫作和攝影 不知不覺間和周圍的讀者 朋友連結起來 而這種微妙的聯繫 令我發現心靈之間是可以互相溝通 而我希望我的作品 可以給人一種療癒的力量 成為方向治療師 是我接下來的目標 希望透過方向療法 融合攝影藝術 為都市人帶來心靈療癒的力量 希望透過方向療法 在職業中 看到你會發現生命的